我們常用的不是說已經有清單 然後就是把它查出來 一個是這個叫P次的全部查 等於是說你們老闆可能給你一個 Booking ID一堆 我看Ctrl向下 總共200多個ID 那你就把後面的東西把它查出來 你們老闆可能需要這些東西吧 另外一種的時候你們老闆說 可不可以喔 另外一個方法是當我向下拉的時候 然後我自動帶出後面的資料過來 最好是什麼呢 最好是它自動帶出來的最好 當它沒有資料的時候呢 它就空的 當它有資料的話 最好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讓它去找 比如按照什麼排序 然後呢 把它這個找到之後的話 點一下 它這個 這個公式就自動帶出來 可是要怎麼自動帶出來 當然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的話 不用寫程式 一個方法呢 要寫程式 OK 哪一個方法好呢 其實就看各位自己平常怎麼用 用的數量多跟少來決定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剛有提過 你可以把這個Booking ID這邊改成什麼 下拉清單 叫資料驗證這邊有沒有 可以用清單 它就會有個下拉的狀態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怎麼帶過來呢 其實喔 我們可以先把公式先 先產生好了 比如說我們公式剛剛這邊有 所以把B2 到F2的公式先複製一下 直接貼過來好了 不然的話我們要重新輸入 太花時間了 好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只有一個對不對 但會有個狀況喔 當我輸入的時候 它會 有結果出來 可是當我刪除的話呢 它變這樣 怎麼了 NASAVAILABLE 為什麼 因為你A2裡面沒東西啊 你沒有東西 你這樣我就查 當然我就查不到啊 NA的話 是NASAVAILABLE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當它有資料的時候呢 我幫你查 當它沒資料的時候呢 那我就 不要 有資料在這上面 就是裡面就空的啦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A2裡面是空的話 那我這裡面也是空的 反之呢 我就把什麼 把這個公式 帶到 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怎麼寫 首先的話 我是覺得比較簡單的方法是 優先要放在 B2 選取 這個公式不包含等號 把它剪下來 OK 然後再插入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你找到邏輯 找到if 如果呢 A2 A2這個儲存格 如果是空的 空的話 就等於什麼 等於沒有 這樣就是裡面是空的 那如果它裡面是空的 那我這個裡面的話 要不要空呢 要 所以呢 如果我一true呢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的話呢 那我就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有沒有 vrun是那一串 這一串 不包含等號嘛 貼上 OK 打個勾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他如果沒有 他就沒有 他如果有 他就有了 有沒有 他如果又沒有 沒有delusion 有沒有 這個OK 你想說 其他怎麼辦 其實有個方法啦 你會發現喔 這個跟這個差在哪裡呢 前面這個有沒有 把它改成 後面加個後刮物就好 所以喔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有沒有 vrun是前面這個嘛 取消一下 貼到他的等號這裡 把等號蓋掉 然後後面再加補一個後刮物 這樣我覺得比較快喔 有沒有 OK了 這個一樣嘛 就是選這個 然後把等號蓋過去 再加一個後刮物 不然的話當然你也可以 重來一遍啦 重來一遍很麻煩啊 你要插入函數要把公式剪下來 倒不如用這一招啦 因為之前我覺得這一招好像比較快一點 這樣直接 其實就同樣剛剛 插入一樣的道理啦 只是說你不需要再重做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把等號這個地方蓋過去 蓋 那個一幅的那個部分 後面補一個後刮物 這樣應該是最快的 好 那這樣 再來怎麼樣 再來就是直接把這個向下填滿 如果以後 你就要全部都一樣的話 不過會有個問題喔 你不能點兩下 因為旁邊沒東西 所以你沒辦法點兩下 怎麼辦呢 你可能想說 老師那我就向下拉吧 對不對 可以啊 那你要怎麼拉 到 最下面 對喔 這樣還很久耶 1048576 你現在才多少 800 900 1000 1200 你讓平均速度算 我大概下課剛好到底 所以這個不是OK的方法喔 所以怎麼比較快的方法是這樣的 如果你要全部都填滿的話 可是 會衍生另外的問題 因為 你都貼公式喔 所以這個檔案會變很大 那怎麼辦 不然就是到 預設有個1000嘛 OK 假設啦 如果全部都要的話 Ctrl C 那特別說 如果你要把公式填滿 就不用拉的 你就把游標放在 他的下一個儲存格之後 然後再Ctrl Shift向下 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這邊的全部的範圍怎麼樣 到3000多啊 全部好了 反正沒關係 Ctrl Shift向下 貼上就可以了 他就會幫你怎麼樣 把你上面的公式貼到這個範圍 每一個 OK 不過你會發現 104857 全部都填滿了 有沒有OK 這個怎麼辦 一樣嘛 所以 缺點你們兩個可以看看 檔案應該會變很大 有必要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拿這個的公式貼到這個範圍 他很聰明喔 他就知道說 原來你要把這個公式 複製到其他地方 你就不用一直往下拉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Ctrl C 然後Ctrl Shift向下 然後把它貼上 當然這個會花一點時間 只是說 倒也是還好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 如果他向下拉 他就會自動怎麼樣 自動幫我產生我要的 該不會跑到盪掉了 好 Excel 其實 有時候 還好 不是 我們錯怪他 他只是慢了一點而已 OK 因為我今天上課的時候 剛好 他最新2019的版本 他有個功能 到某個地方 就剛好掛掉了 我先 到這邊就好了 只是示範一下 就不重貼了 好 那這樣做完之後 我們來試試看 有沒有選一個 跳出來了 選一個 跳出來了 有沒有 OK 不過就有同學說 老師 這樣子有個缺點 因為這樣就被人家知道說 這裡公司是放什麼 有沒有 上面公司都顯示出來了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想說 老師 可不可以上面的公司 不要讓別人看到 如果你上面的公司 不要被別人看到的話 其實你還可以有個方法 把這個地方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向下 那就全選 然後按滑鼠的右鍵 儲存格格式 把這個地方會出現什麼 最右邊有個保護 那保護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就 記得不要鎖定啦 如果你 讓他可以輸入的話 那不能鎖定 只能夠隱藏 特別注意喔 這個隱藏什麼意思呢 隱藏公式 意思是說不要讓他看到 我到底裡面寫什麼公式 如果你把這個隱藏打勾喔 當然鎖定不能鎖定 因為鎖定的話 他裡面就不能夠 修改資料喔 OK 然後再來最後 多做一件事 教育裡面保護工作表 按確定就可以了 不過密碼加一下 輸入1234 好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油標放上來 有沒有發現一個狀況 這個裡面有沒有 看不到公式 但是還可以修改喔 改應該沒問題喔 比如說把這個Delete掉 變更 我知道了 剛剛 取消一下 他的那個鎖定範圍 特別是預設好像是全部 進步 所以喔 我們如果說要 按右鍵 出門內容 這邊可能 預設全部都鎖定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你假如說 可以變動 但是只要 保護 公式的話 記得喔 一定要先做一件事情 先把這個公式法全選 按滑鼠右鍵 把它 保護部分喔 記得這個鎖定一定不能有 因為如果你有的話 你設定那個教約的地方 他就 設定保護了 一定要先取消 然後呢 隱藏的話 就不要取消 讓他的公式 可是變成說 這個全部都隱藏了 只要有公式的地方都不出現 按確定 然後一樣喔 就到教約裡面 保護工作表 輸入密碼1234好了 好 這個時候呢 公式就不見了 可不可以變更了 Delete看看 可以有沒有 Delete 可以 OK 所以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1 如果我今天呢 公式不見了 1234 取下 1 記得喔 把這個裡面的這個工作表 複製一個 把這個裡面的東西先清空 2的話呢 我們就 這邊下拉清單之後呢 你把剛剛這邊的公式貼過來 但是記得前面加一個什麼 如果A2的這個儲存格等於空的 那他也是空的 OK 反之的話就把剛剛的公式貼到這邊來按確定 那 後面的這些公式喔 如果你 希望快一點的話 我剛剛是什麼 直接把前面這一段貼到等號上去 後面加個後瓜 這樣最快 另外的話呢 如果你要向下填滿的話 記得喔 這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複製之後呢 Ctrl-Ship向下 直接貼上就可以了 但是你會發現喔 如果把它存檔的話 現在檔案應該是會非常的大 我不知道多大啦 反正他主要原因是因為喔 他背後呢 多了一堆的公式 所以這個方法 優點是 不用寫程式 但是缺點的話喔 就是呢 這個檔案會 膨脹的非常的大 因為他之前有跟我 同意問我 說老師 檔案怎麼變這麼大 對啊 你都丟了一堆公式 怎麼不變大 怎麼辦 可能要用方法二了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喔 把它存檔之後 隨便就已經變 37M多了 OK 馬上就膨脹了 有些RM全部做完 所以喔 他等於是說會膨脹 蠻多的 但是也還好啦 沒有膨脹到那個很可怕的那個 37M多 看起來好像 是會大 但是 如果以 假設啦 你不想要寫程式的話 那其實這個檔案還是可以接受 方法一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你不想讓他一直膨脹的話 你可以用方法二